银行的危机是暂时解除 那这个暂时解除的话 是不是对台股的影响性 我刚刚讲对金融股影响性比较大 我们先把指数跟个股部分做区分 因为我觉得股票会有各自的表现 也就是会有题材性的 那可能还会有机会表现 但是就大盘而言 我认为是区间做震荡 因为大盘目前为止有形成一个 类似像头部的一个概念 那下方有支撑 上方有压力 那上方的压力 现阶段的台股指数 它趋近于就是在于 月均线跟季均线的中间 那通常季线在下方 月线在上方的话 指数会做震荡 那季线下方刚好就是1月30号 那个过年后的这个跳空缺口 往上跳空缺口 所以我认为指数部分会来回做震荡 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有利在一些个股表现 也就是说 大盘如果在这边做震荡 下跌的时候 很多股票可能会拉回 但是大盘像今天反弹 会创新高的GQ就会创新高 对 我认为是大盘的指数会震荡 然后个股会表现 基本上是强者很强 在股市里面 它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 因为它会有资金进驻 所以像今天在这个半导体IC设计的3661的世新 又往上再做创新高 然后来到了1200的坏 所以其实这个多方的股票 遇到大盘不好的时候会震荡整理 我觉得接下来的族群来讲的话 大概往几个方向去看 因为今年下半年开始的话 今天会省一个电价的问题 那这个电价的话 可能预计是涨10% 那民生用电会不会涨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的这个趋势已经出来了 就是今年开始进入到天气热夏天之后 缺水跟缺电会成为一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就是能源类骨 太阳能类骨 那储电的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会相关会比较有题材性 那再来的话是生计族群 生计生议族群在大盘表现不好的状况之下 也比较容易会有这个资金的进注跟表现 因为他们的股本都会比较小一点点 反而是高价股全职股的部分 可能就会比较受到影响性 因为我刚讲过指数会震荡 会整理甚至可能会拉回 但是各股会有各股表现 所以像强者很强的 在IC设计的部分 或者是在于这个锄电啊 绿能啊 或者是太阳能啊 这部分的话我认为后续都还会有机会 那例外的话包括就是生计 生计的个股我认为可以持续注意 航海王的部分的话 现在题材是这样子 因为它有两极的话 因为目前货柜的部分 货柜的部分的话 运价并没有上来 但散装会表现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散装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持续注意 但货柜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 但货柜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长荣 他宣布要配息70元 阳明要配息20元 但万海只有配息5块 而且万海已经宣布去年是有亏损的状况 所以你看万海的股价 它是直接就跌破了低点 但长荣跟阳明都还维持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我认为行业还是会有机会 因为其实当大盘表现不稳的时候 其实你去看 我们就以长荣、阳明这两档股票为例 他们的整理都已经在这个地方打底了至少超过半年的时间 所以事实上它跟大盘的指数比较表现不一样 那通常大盘之前表现好的时候 资金会移到电子股去 他们就比较不受侵害 但是现阶段大盘如果震荡整理 甚至可能拉回了状况之下 那资金就会转到这个部分去 也是有它可能 但是你说现阶段要一飞冲天 我认为不会 因为毕竟上方套楼筹码会比较多一点点 我觉得是区间震荡 然后逐渐慢慢的走高 然后真的要到大涨的时候 可能要到运价 再出现上市才会比较有机会